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TwitterSpace 今天是2022年7月15号 礼拜五,晚上11点钟 我们今天TwitterSpace 先跟大家聊聊 DGM Free Min是怎么样一个玩法 Hello,Chris,欢迎 Hello Hey,Bad Sam,Sam好,你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讲DGM 我们这两天比较DGM的一点 朋友跟我讲说 你很久没有DGM,最近在DGM 我觉得市场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练练手 为什么 这市场有时候有一些感觉 有点感觉的时候 还是稍微要练练手 练练手的话才可以保持这个盘感 那这个当然是以指NFT来讲 那除了NFT之外 大家对加密资产的话 有些人也是会去trade 那这一波整个Bitcoin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是低点 只是低点之后这个盘地方盘多久 再往上之后你没有办法突破 没有办法突破之后 会不会再往下灌 往下灌会不会灌到一万四 这东西都是值得大家参考 那我们讲回来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 就是DGM Play里面的Free Min有几个东西 那我们先从最早最早跟大家讲说 我有讲几点好了 第一个我怎么样找 怎么样找这个Free Min 那第二 我找到之后 我要怎么样去min 找跟min不一样啊 那第三 我找到之后我怎么去min之外呢 那我min了之后 如果我没min到 那我去二手市场买 我会看哪一些点 好吧 我们讲三个 简单三个 从这三个去推广 第一个去哪里找 第二个怎么min 第三个 没有min到二手市场怎么买 买的时候看什么 那我们讲说 第一个我们想说去哪边找 那当然肯定Free Min 如果最简单的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我Free Min我在 不管是Discord 或者是在 Twitter 你去找Free Min 有很多Free Min的这样子 Discord也有Free Min的这种channel 甚至Free Min的Discord 那最早最早Free Min的Discord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有Free Min的Discord的时候呢 那Discord里面有一些信息 就整个都是全部Free Min 那除了Discord出外 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在推特这边 我们直接打Free Min 我们在Twitter里面打Free Min 那你就可以看到推特 会跑出很多Free Min东西出来 但是Free Min东西出来不见了 就是一定都是很好的 比如随便打一个Angry Dino 你看这Free Min 那除了这些之外 比如什么什么American NFT 那什么酋长NFT 很多很多 你这打了 你打了一个Free Min之后呢 你就看到哇真的很多 但是 这个就是说去哪边找 那找到之后 我怎么知道说 我哪一个项目可以Free Min呢 哪个项目是不是真的好呢 甚至说我Free Min要怎么个Min法 那还有其中一点是什么 我每一个觉得还蛮不错的风格 我点进去看YouTube这个BeansOfficial的话 就是二十几万的 那我刚刚讲说我们第一时间 对不对 我们第一时间第一时间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 我看到什么样项目 我怎么样Min法 那我怎么样来Min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去Min呢 当然我Min的时间 第一个我会说 我要去先开一个新的Wallet 开一个新的Wallet的话 我会放一个非常少气费 可能0.005好了 我发现很少气费 这里面的话怎么样 我进这个新的 要去Min的时候 我用小气费进去 然后就算是这个Min的网站 或者是Min的这个东西 有问题的话 我也可以 避免最大的一个失误 那我一个很小很小的气费 去Min的话 如果有办法Min到 那通常很多时候 都是用抽的 现在都是Premix 去抽 那如果真的有办法抽到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Min 那这一点的话 就是大家大概去Min 那如果说我Min好了 或者是说我二手市场买 通常我会看什么呢 我会看第一天的量 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看两个东西 第一天的量之外 还有就是你去看 他后面的holder 以及他篮筹比例 那一般FreeMin的篮筹比例 一般不会超过10 已经非常厉害了 我看到有一些FreeMin 可以到15 那一般普通都是 大概是5到10 之间的篮筹比例 就已经是非常强了 给ZZ在这边 分享 感谢ZZ ZZ我们在那边分享说 有一些Launch FreeMin的这些内容 什么MIFS 有一些PIN 就是最近这几天Min的 或是最近要Min的 那这些FreeMin的 就是说我 讲回刚才 讲回刚才 去看FreeMin的 如果你没有Min到的话 我就二手上买 怎么买法 首先第一个就是 就是我说去看篮筹比例 篮筹比例 如果是超过5到10个percent 上次有些到10个percent 以上 那其实相对已经是比较难筹了 那第二个 我去看后面的holder 很多FreeMin 你去看 大家如果去看FreeMin 这些涨的涨翻天的 比如说 那 什么 NFT 是Gothay NFT 或者是Goobling Goobling 其实最是最近FreeMin 里面最成功的 但是如果你去看Goobling 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一点 就是它里面非常非常多 无聊猴子的这些holder 那也就是因为有猴子的holder 那所以才让大家的FreeMin 变成说 有点不太像是普通的FreeMin 就是因为猴子的holder多 所以变成整个项目 变成让大家都是说 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变成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文化 那 你说从Goobling开始 Goobling不是说只有我图出来 他们透过了FreeMin 然后有图 然后他们后面的猴子的holder 之外 他们又创造一个新的文化 比如说他们在AMA的时候 他们都用Goobling的这些语言 在讲话 第一 第二的话 他们在市场上 除了Goobling之外 那他们还有推出什么汉堡 还有推出后面的东西 那其实Goobling之后 我们就讲到之前一波 这个使币使售 对不对 这Shitcoin 光Shitcoin 就好多朋友赚了好多钱 那甚至有朋友在我们的Discord 讲说他拿两个Ease出来 做使 那光Airdrop的这些10币 10售 加起来已经赚20几个Ease 那赚20几个Ease的话 那他中间如果是卖掉一部分的话 那其实一部分都已经落袋 然后为安了 那这也是跟我们讲说 一点就是当我们玩这种FreeMin 甚至低限的时候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部位的多进出 部位进出的这个比例 我们待会跟大家讲部位 我们现在先跟大家讲说 FreeMin的这个逻辑 那我们刚刚讲说去哪边找 找到了怎么样Min 对不对 新开一个钱包 找各个地方可以去找 新开个钱包 再来我如果没有Min到 我没有抽到的话 二手市场 我哪一些FreeMin是不错的 我第一过去看他的Twitter 他Twitter发落人数 有些最近几个都十几万 20万那这个当然是 本身后面Community做得很好 那比如我们今天讲的 有一个叫做Magnus 那Magnus之前最早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讲了 你想想看FreeMin 他三月份 三四月份就开始 做这个FreeMin的结果 他做了两个多月 一个FreeMin可以做的 跟一个普通的NFT一样 花这么多时间 然后去再runCommunity 我相信他们是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Community 你看他Twitter,Discord,Medium 然后GetBook,Founder,Co-Founder,Altis 他每一个每一个通通都有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项目呢 我会觉得说 如果真的有机会出来的话 他后面是不是有不错的 可以让大家参考 他的整个画风 甚至他的Community 甚至他的团队 是不是值得大家参考呢 不比这些需要钱的差 那你讲说FreeMin 那他们项目他们赚什么 其实FreeMin 他们就算赚手续费 FreeMin的你看一些项目 大部分的手续费可能都会比较高 可能从5个percent以上到7.5 甚至有些10个percent 所以当你交易的时候 我卖一个eat 但其实我只能拿0.9个eat回来 中间他有0.1个eat 会变成到Community 或者到团队去 当成团队的这些费用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目前市场上 FreeMin的一个逻辑 那我觉得除了FreeMin的逻辑之外 朋友常常讲说 我们去投资 其实最大的 其实投资有三点 第一个是你投资的标的欲 我们比如现在讲NFT 我们现在讲FreeMin 这是投资标的欲 第二 你讲风险的控管 我放进去的钱 这笔钱就算掉了 有什么关系 掉了没关系 那就可以 那以及说我进去买 我最常跟大家讲 最简单方法是什么 我去买三个 我买三个的价格 高低都还好 我平均摊下来 如果是一个平均相对的 我不要一次买三个 我稍微买一点买一点 那我买了三个之后 如果价格往上走 那我是不是先把第一个卖了 那或者是说我第一个第二个 如果我买0.1好了 那涨到0.3的话 你是卖一个的话 就把成本拿回来 剩下两个都是赚的吗 那可能我说我涨到0.2 我再卖一个 0.3 涨到0.35 0.4的话 我再卖一个 那其实我已经赚了一倍了 那剩下最后一个等于是 他项目送给你的 你就是不会有压力 就可以拿着这个NFT在市场上 让这个NFT跟着走 这样子的话 整个community 或是你走着上的portfolio 就会比较没有这么大压力 那这个是指在风险扣管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说 NFT拿风险扣管 那第三个当然是我们的心态 你freemate的心态就是 我去玩freemate有两种 第一个 我是那种短线进去 我买0.1 那我直接买完之后就挂0.15 那当我把气费算一算 我这样算下来 我可能还可以赚个35% 对不对 甚至说我挂0.1 那我就买0.1 我就挂0.2 我气费扣一扣 可能也赚7-80% 那就是我买完之后 第一时间就挂 那这个是一种 那第二种就是说 这种是比较真的是很低渐 play的 那第二种是真的说 比如像这种goblin goblin出来的时候 在0.3,0.4,0.2 几的时候我们看到 其实有跟大家讲 但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看不懂 但是我看到了几个无聊猴大佬 我认识的 他们就把头像看 换成goblin 而且在discord里面 跟大家share讲说 goblin如何如何 干嘛干嘛 怎样 如何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 去看后面的买盘 就无聊猴大佬就开始进来买 那像这种community政客的 freemate的做法 就不是说我买了 就直接挂单 然后卖 那可能我看到大佬进来的时候 我不会跟大佬去抢 我会等他回 等他回的时候再去捡 因为大佬通常他买完之后 告诉你的时候是一波网上 那我不要讲说他做短线或长线 如果短线买完一波网上的话 他等于就是出货了卖给你 那如果长线的话 他会稍微厚一点 那如果你去看goblin其实最多长到几个意思 好像八个六七个意思吧 那现在goblin其实回到大概三年级吧 那我们不以goblin当成是一个 一个像什么 但是goblin是让大家知道说 nft free mean做的好的 可以做的这么好 那这么好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是他艺术 第二个是他后面的community 这三他受到一些大佬的认可 那以及他后面除了本身的nft之外 他还有一些额外的空投 额外的把nft原本的价值往上pump 那最近我们看到的除了goblin之外 就是使币 那使币也是有使币使售 使拖这个什么吸把吸盘 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玩法 是我们一出来就要想把所有东西 一次全空都丢到市场上 一步一步一步的这释放出来 那他们其实后面整套都做好了 只不过他就是依序 释放不同力多出来 那整盘nft就直接往上 喷那喷在高点地方 重点是又来了 什么地方就是要把钱放在口袋里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都知道常常讲说 don't leave the money on the table 但有时候人 我们出去 don't leave money on the table 是我们去外面打牌 对不对 玩扑克牌 或是你打麻将 打一打钱放在桌子上干什么 那放口袋里赚钱 你不是放口袋里干什么 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有赚 一定要take profit 如果take profit 是always always 只要你take profit 永远永远都对的 你不会讲说 我take profit 我只赚一倍 后来涨了十几倍 没关系 你赚一倍有赚就好 我们常常讲什么项目 结果我在我们的推特里面 都有朋友跟我们讲说 哎呀 P的我卖飞了 哎呀P的原本 我可以赚好多倍好多倍 结果我只赚了两倍就没了 但是你不要这样想 你想想看 你去做一些trade 你做了十个trade 里面有几个trade是赚的 如果你说IP 我赚了九个trade 那你真的很厉害 那我要跟你们学 那有些人说 我有赚一半一半 赚一半一半 没关系 我赚一半一半说 我做十个trade 有五个亏 但是我亏小小 对不对 我亏20% 30% 怎么样亏少少就出来 那我赚我要赚好几倍 那我赚了那几个trade 我一次进去三个 那我卖了一个 打平之后 另外两个 我可以赚五六倍 那这样子的话 你整个十个trade 这样平均下来的话 你才是赚了 那这个就是讲到 风景控管的部分 那我们在选 freemint NFT的同时间 那不只是看艺术之外 那也是要去看 他的后面是否有一些KOL在support 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如果大家都知道在 不同的discord里面 有一些KOL的群 那如果去买这些KOL 或者是这些DGEN的 不是DGEN 这些alpha group的 这些pass 你可以看到 很多alpha group里面 他有一些alpha channel 就跟你讲说 我什么什么什么 干嘛干嘛 如何如何他们如何有些KOL 或者是这些alpha里面大佬 他们就会跟不同的项目合作 那合作同时就是基本上帮他们pump 那其实有一些项目 如果后面多少有这些KOL 或是大佬帮忙pump的项目 如果有机会在DGEN进场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好处 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提供一个 liquid的的机会 那我们常常讲到说 比如之前 所有的泰国项目 其实大家都一起做 对不对 你说Gangster All-Star 然后还有3Lander 那他们好几泰国项目一起做 还有一个Mask 那他们继续出来之后 他们就在不同的alpha group里面 互相show 这是他们在推特space 这项目大家一起上来讲 那除了一群 我们认识有一群泰国项目之外 还有一群 Indonesia 印尼的项目 好多啊 你看 KOLAVULU 对不对 然后Scholars KOLAVULU 还有好几个项目 全部都是印尼呢 甚至你说 最早最早 这个CyberCon里面的大佬里面 有一帮人其实是印尼 那我不要讲说 在Web3里面还要分国籍 只不过说 这一些人 毕竟大家都是住在同一个地区 那常常日常生活中有机会 甚至还可以见到面 出来喝喝的东西什么的 那这些人 他们其实会互相影响的 也就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知道 你看这个项目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后面项目方的团队是哪里的 以及这个团队是否周围啊 团队跟其他同一个国家 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互动 那比如我们台湾的团队 也有好多几个项目出来 那台湾的团队跟台湾团队之间 是不是也会互相帮忙呢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也是互相对支持 香港也有一些不错的团队啊 只是香港团队早期出来 都是做Solana比较多 所以感觉现在没有一个就是NFT真的是香港团队做出来的 那国内也有几个不错的啊 什么小幽灵啊 还有一些国内有几个项目做的还可以 那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主要呢 我们不想把NFT有这个地域化的来分别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他后面的这个supporter 是哪边的 那其实某程度上你可以知道 这一帮人到底是不是真人 或者是说他们只不过吵完就跑啊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讲比较深一点的时候 就讲到更多是文化啦 那其实你说在NFT里面 不管是低卷或者是蓝筹 其实你 其实做的是什么 我不要讲说是做的其实就是交易 其实做的就是人情事故了 人情事故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是 比如说我们认识一个大佬 真的是蛮厉害 那最早他也不是做NFT 后来进来做NFT 那本是他自己做财务出身的 非常非常会做social啊 那在NFT里面不同的group里面 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那常常到这个地方跟人家讲一讲 到那个地方跟人家讲一讲 常常有TwitterSpace 他都会上去帮忙讲啊 那变成说在整个圈子里面 大家都认识他 那变成什么状况 有一个新的community开出来 人家讲说我们有个alpha group 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忙来主持 他说好啊就去帮忙啊 结果他一主持了那个alpha group之后 结果那alpha group一直涨一直涨 因为他整个community做得非常好嘛 所以他自己本身的账号 就涨了二三十万的Twitter 那因为他在那个大的community里面 做alpha group 其实alpha group 他也不是完全都是他自己的alpha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network非常强 他有不同地方拿回来alpha 跟大家share 那这个时候变成他自己 build出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网络啊 你有了自己的网络 他后来也是自己发NFT 自己发NFT 就是他自己NFT里面的community里面 他也帮大家发 那我要想讲的就是 最后最后 其实讲到NFT 全部都是人情事故了 那也就是 其实跟做生意一样啊 你讲说为什么punk跟migbee 最后跑去 无聊猴这里 那无聊猴为什么 没有把punkmigbee认真养 只把养无聊猴跟变种猴 那无聊猴毕竟 还是要把自己的family顾好吗 那这个东西你说 就像好多时候我们讲开玩笑 讲说 NBA打篮球是篮球技术好 还是防守好 还是进攻好 才可以拿冠军 其实不是啊 是你人情事故 你会不会做人啊 你会做人的话 你就办法搞定教练 搞进你的团队 搞得定你这些大佬们 甚至球队老板都可以搞得定 那所以我们开玩笑 讲说你打NBA打球 根本就不是打球 而是人情事故 那讲NFT其实也是一样 NFT其实某程度上 也是人情事故啊 那为什么有些Alpha Group 你想进也进不去 因为人家没有人介绍吗 我知道有些Alpha Group里面 真实的Alpha Group 真的你拿到Alpha Group的白名单 Alpha Group里面 他还要interview你 他一共只发了几百张Alpha Pass出来 但是每一个Alpha Pass的holder 他们的funding team都要interview interview什么意思 我要跟你聊聊啊 见到你的真人啊 看看你是做什么的 那你为什么要拿到我们Alpha Pass 你拿到我们Alpha Pass之后 你对我们community有什么样贡献 对不对 那你拿Alpha Pass你又不会卖 他可能Alpha Pass出来也不贵 但他们整个Alpha Pass后面涨几十倍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个每一个community member 都是这样子interview 然后收进来 因为他们是找一帮 找一群 有共同愿景 然后有办法一起做 走向一个 同一个方向 就是大家有一个 怎么说 共同目的 共同愿景 可以一同成长 一同 一同 往前走的一群人 那当然这群人 还是有一个方便 有几个人 他们把这卡面涨几十倍 做起来之后 慢慢慢慢 他们核心的成员 对不对 核心成员有 有不同不同的内容 那有艺术的 有做程式的 然后有法律的 甚至有金融的 投资的 甚至传统金融的 甚至风投的 很多很多领域的人 通通集合在一起 慢慢慢慢 他们的Alpha Pass 变得非常非常强大 那这个其实 不外乎是一个 人情事故的方式 那我们讲到说 现在DG Play 跟甚至Free Min的时候 你某程度上 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也是人情事故 为什么 你去看 你这个Free Min出来的项目 为什么你的Twitter有办法 十几二十万 如果你没有跟一些KOL合作 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些 大的Community合作 其实很难在短时间之内 你不要讲说什么 你两三个月 你两三个月 让你认真的去做Community 有办法做到十万 这是非常厉害 除非你是跟几个 大Community合作 我们市场上大Community 大家知道有哪些吗 比如Kajuku Kid 对不对 比如说找到Doodles 比如找到Cool Cat 比如找到Borat 比如找到一些 这种大Community 那大Community跟你合作的同时 那个人流就流到这边来 那人家自然而然 他们Community里面就知道 搞半天 某某某某 他们要出一个新的NFT NFT后面还不错 都真人 他们有自己的NFT的强处 他们做得非常好 各方面各方面 做出来NFT 不管你的Utility是什么 不管你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你后面的人情事故 到位了的话 那你将来要销售的时候 算什么 就等于是Wholesale 你大的Community 都已经大都谈好了 所以某个程度上 大Community的 白名单发出去 很大机会 就是有办法卖而弄 那现在当然比较 比较不是 非常流行 这种派白名单的 很多都是FreeMing去抽 可以 但是FreeMing去抽 也是必须要 在大的Community的支持之下 你去抽的人才会多 而且现在是这样子 常常我看市场上 他们给的这个白名单 他都是超给超额给 如果他说原本5000个人 他可能会给他1万2 白名单是什么 他白名单你不来命 你不来命 人家先命就命走就没了 所以再给大家一种紧迫性 就是说我白名单超额的给 但是我命的时间 第一时间如果你没来命 你还在那边打 对不起 卖完就卖完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给大家 制造出一个 这个所谓的急迫性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做法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稍微跟大家讲的 比较多 讲在FreeMing跟NFT 还有整个NFT后面逻辑 跟整个状况 给大家问问题吧 TwitterSpace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的 在我们Discord里面 ZZ00一直在我们那边分享了 什么Event and Terrible 也是很多在面 最近有几个FreeMing的 好像还可以 那这笔也是给大家看看说 我们市场上 现在是一个还是FreeMing为主 对不对 那FreeMing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有更大的机会 在这边找到一些 有价值的项目 你看我们现在回到 OpenSea OpenSea还是punk 无聊猴地 对不对 但是慢慢有一些 我不要讲说是FreeMing 有一些比较 新的项目出来 好像还可以 你只要在短时间之内 超过一两百个Eats的 基本上都是不错 你家连Doodle都已经跌到20 Ruzuki跌到20几以后 没有量 蓝筹现在没有量 现在走的还是以 其实现在走的还是以 FreeMing为主 刚我们看Beans已经出来了 0.06 那第一时间如果大家没有FreeMing 因为我不建议大家二手市场去买 你要等开图之后回了之后去买 不然的话就会像前两天 我们看这个对不对 Project 0XD38 他从高位我推略也就讲了 我讲说哎呀 开完图可以回到剩下0.1%的0XD38 大佬支持 我一定看了他后面应该是Princy有150只吧 我说是不是越丑潜力就越高 还开玩笑讲说要不要去接 结果我们有朋友讲说哎呀高位买了 是要讲我一本 然后这个FF8讲说现在0.2 0.025 我们昨天我昨天看是0.0 0.08好像0.008 0.001到0.008之间呢 那只有今天凌晨还跌到0.005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0.005去接的话 到0.25 0.025其实已经涨5倍 这就是NFT D-GenPlay的力量 D-GenPlay只要你买的数量够多 进场价格够低 那如果你有一个部位的话 他涨倍数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一天可以涨很多很多倍 那这个东西其实重点还是控制好风险 好不好 今天我们讲 FreeMe跟D-GenPlay 那重点是回顾 第一去哪里找 回Ava Group 然后还有在不同的 这个Discord 还有不同的Twitter 你去找 其实可以找到 找到之后呢 你要去命之前 一定要去他们的Discord 再度确认他们命的这个地址 那第二个 你要去命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 开新钱包 然后气飞过去 确认命的地址 一定要是真的 然后就从Discord里面找 那第三 如果我没有命到 我在上上 我怎么样去判断说 这个东西我可以跟 或是不可以跟 对不对 后面是不是有大的community support 是不是有princy 或是这种大佬 去扫了一两百只 那是不是无聊猴的大佬去扫 甚至说我第一时间没有扫 没关系 早上去拉回的时候 开完图 是往回叠的时候 大佬手头上的货动 也没有在动 大佬手头上是不是没动 还是持续买呢 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让大家 去关注跟理解的 那除此之外 那本身的画风 什么样的画风 那后面的community 除了本身 Fremium之外 是不是跟大community合作 什么跟Doodles合作 什么跟Kaiju King合作 无聊猴合作 对不对 大的这些community 是不是有support他们 那这些之外 在人情世故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真的去买 风险控制 怎么样控制 买三只 卖一只 赚两只 再卖一只 小赚 最后一只 大赚 这样子 那我们风险控管好 然后进出厂的这个标的买好 还有心态要摆正 两种心态 第一个我短线 我买了之后 赚了就直接跑 第二个我看大佬都买了 大佬买150只 我怕什么 我是买个少少 我买个三五只 对不对 我后久一点 那如果大佬 到时候看什么状况 我们先跑 卖给大佬 这个心态很重要 标的找好 风险控制好 心态控制好 这个东西 我觉得freemate还是有钱赚 好不好 今天感谢所有参与的朋友 这个定期定 random random Chris wallet 櫻木 XA 然后智隆 Jer Jarguard 感谢所有朋友 ZG00 说前几天 以他脸几万跟踪 是假的 授权 百价最高 以他连后面应该是假的 我看一下他那个后面的 那个团队 有一点假 yeah 所以有时候 其实做这种 所谓 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因为其实 跟踪 很多跟踪 都是可以 都是假的 最早 人家讲说 在这个Discord 的数量 是可以用机器人 那推的 其实也是可以 好不好 感谢 今天所有参与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明天来 今天礼拜五 大家有空的话 应该出去外面走走 好不好 明天周末陪陪家人 我们现在是熊市 但是我们还是要 心态摆正 然后持续学习 谢谢大家参与 请大明天来 晚安再见 拜拜 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